大家好,我是宅政 今天继续大周通的冒险 为了前往人马族的领地 总统的人需要穿过森林 路途中他们遇到了丑小鬼 协作的丑小鬼是为哥布林 这是团队第一次打怪 莎西犯过几只哥布林 好让总统阁下的人练手 担任后卫的总统阁下 他虽然对哥布林好奇 但还是不犹豫的出手 哥布林的基地比人类强 也会使用粗浅的武器 而他对人的攻击性 就注定他得要被铲除 哥布林没有好哥布林 这也是总统舍弃仁慈 没有迟疑就攻击的原因 另外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矮小的哥布林 根本无法齐成啊 有了莎西跟总统的出手后 贝尔就能顺领成章的卖蒙 毕竟母法师可是很娇贵的 顺带提 贝尔在每句话后面 都会加上之类的话 总统解决了哥布林后 就问莎西要不要帮忙 莎西表示不用了 他自己一个足够了 但他话还没有说完 霍奇就脚踢爆了哥布林 正不会为霍奇族的神鸟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莎西就学会总统的后听 小型的莎西非常不悦 并命他一个人也行啊 对此莎西就嘴脸回答了一切 解决所有的哥布林后 莎西向总统示范 如何取出体验的魔神 这世界的设定太真实了 只不过想取一颗魔神 就有好几道的步骤 并且要考虑下以后的问题 以免血型会引来魔物 一行人停下讨论 大总统询问 现在的方向对吗 贝尔说应该没问题 人马主给大叔的编绳 其编织的方式和花纹 是他在莎姆夫达学校学过的 营修过王国的织物文字 他并不精通这种语言 他编绳显示的酸子山 他还是能够读懂的 说他像酸子山的特征 那无疑是指东方的爱山了 得知这种文字后 总统的语言加持 也在这时发挥作用 依然手上的编绳 在总统的眼里 出现了几个关键的讯息 酸子山 瘦顽木 沿河的镜头处 以及血泉 翻开简陋的地图 都算确定目标在酸子山南边 不过在准备出发前 被人跟沙西提起总统 酸子山南边附近 是那些家伙的领域 重要得要小心才行 毕竟那些大家伙们 不仅是肌肉战斗狂 各是连集市团都束手无策的魔物 那边是猪鬼族 画面来到森林深处 猪鬼大哥刚带着小弟 学习生人的村庄 为有顿美味的午餐 猪鬼大哥要小弟放学 身为一位老陶客 他知道这些生人的肉 吃起来的魔力色味很重 这家伙还只会吃草 导致入口时有过草味 如果不是没选择的话 他才不想吃生人 还是资人好吃多了 但生人也是有优点的 那就是入药的部分较多 尤其是淡淡的部分 对熊系有不小的帮助 这时被捆绑的男性生人 他向猪鬼大哥哀求 为了他遵守的约定 升级出一位纯洁少女 猪鬼还要攻击村落呢 听到后猪鬼大哥反而不需要回答 这是纯洁少女吗 小丹猪也要有个限度吧 男近生人大声喊冤 这怎么看都是少女啊 看到宝石般的眼眸 以及雪白肌肤小手 还有那砧板的身材 这些不都显示出 这位名为卡琳亚的少女 的确是位纯洁少女啊 但猪鬼大哥说别扯了 我们猪鬼族的鼻子很灵 这什么卡琳亚的家伙 他一无人就知道 就是一位罗莉爸爸 而且还是为了扮生人 这他真的白口莫辩了 男近生人赶紧哭求 他递跟卡琳亚瞎扯到 纯不纯洁他不保证 那卡琳亚不是爸爸啊 他才500岁而已啊 这帮瞎扯的言论 猪鬼大哥听不下去了 他直接给男生人抱头 500岁比他阿嬷都还老 这简直就是在愚弄猪鬼族啊 猪鬼族绝不原谅 猪鬼大哥抓起卡琳亚 他还把这讨厌的老太婆扯断 结果这讨厌的罗莉老太婆 竟然学少女的哭泣声 实在是有够不要脸 猪鬼大哥要卡琳亚 用正常的方式讲话 然后卡琳亚不装了 他有小木箭的赤路 猪鬼大哥的指甲碰 他趁对方吃痛的时候 赶紧逃离魔掌 卡琳亚的心情很不悦 他只不过大了一点 都有永远的17岁这种事了 卡琳亚拿起一集的原木 用了他独特的木雕魔法 看招必中飞剑 绝对必中的飞刀 打中了猪鬼小弟 在攻击地基本为零 另外猪鬼不爽归不爽 但真木雕精致做工 还是让他们感到惊叹 曾经他们也有颗艺术的心 但在艺术与饱腹之间 他们选择了吃饱再说 所以该追的还是要追 卡琳亚真的苦命 在原来的村落里 他因为扮生人的身份 饱受村民的排挤 之后又被当成祭品 被强迫献给猪鬼们 所以他对猪人没感情 那也是刚刚好而已 但他也不想成为食物 于是他用小短腿边跑边喊 而他的喊叫声被总统听到了 莎西说那是陷阱 因为有些魔物 人模拟人类的声音 借此营用冒险者 可惜莎西的解释 却勾起总统的好奇 这么新奇有趣的魔物 他得要多见识才行 莎西还有战券的总统 毕竟魔兽可是会吃人的 但总统却表示 这不就和野生动物一样吗 - 没问题 莎西他们想不更也不行 因为他跟贝儿的霍奇 早就要认波奇为老大了 所以这就代表在不知不觉中 临头位置早已是我们的总统了 另一方面 猪鬼这边抓到了卡尼亚 他们只想对这讨厌的爸爸 给他好好调教一番 好在波奇这时出现 一脚踢到猪鬼大哥 这下总统以为出色祸了 他向猪鬼大哥道歉 解决称获的要点 就是要勇于承担责任 总统却问猪鬼大哥 有没有受伤之类的话 猪鬼大哥当然说没有 怎么可能会有猪鬼 被狙虚的霍奇给提杀呢 听到总统生了口气 至少这样不用赔医药贝儿 然后莎西跟贝儿躲得不错 他们在看到总统的操作后 就打算不出现了 6只猪鬼加大猪鬼 想要解决掉他们 至少要2倍以上的黑带 或珍贵的骑士团才行 贝儿与莎西都认为 总统哥现在没救了 但以他的实力 应该能够争取时间 他们决定边观察 边偷偷离离开这里 这时猪鬼大哥说了 他那英俊无暇的脸 虽然没有受伤 但他的眼睛流出了液体 总统哥现在想要道歉 可是在看到卡尼亚后 他就打下了主意 这时猪鬼的食欲 也转到总统的身上 对猪鬼来说 总统哥现在虽然大一点 但也比生人好吃多了 对了但那部分要深切哦 总统哥现在想多说几句 那猪鬼大哥勾人过来 看来是没得交涉 总统闪过大幅攻击 身形来到猪鬼大哥的右侧 这时总统手臂一盏 抱住猪鬼大哥的头部 总统流断头斧滴滴踢 猪鬼大哥头部下坠时 被自己的斧头给切到 加上总统摔跤的力道 这发威力就让他GG 不过猪鬼大哥依旧活着 总统以为猪鬼大哥的脑袋 比实际的头骨还小 但其实是猪鬼大哥的技能 一也可以是残疾生效了 其次效果就是死后复活一次 不过三口想要恢复 也需要一点时间 猪鬼大哥叫小弟们 解决掉总统阁下 面对冲来猪鬼小弟 总统阁下凭抱负的经验 判断出他们的战力 网如相扑历史一般 巨大肌肉外面 抱负着脂肪盔甲 其体重超过200公斤 凭借那身肌肉带来的压迫 就算误会猪鬼们 为三公尺的巨人也不为过 总统得出了结论 这些猪鬼们 有等同星星的基地 会用武器也有智慧 游泳吃的力气的话 一对一姑且不论 但要一次对付六只 并且只打倒不杀的话 恐怕会很麻烦 不过想是这么想啦 总统阁下还是俐落解决掉 两只猪鬼 看到同伴被快速解决 其他的猪鬼小弟 深感不妙 这可怕人类太强了 他一定是恶魔的使者 如果不赶快逃跑的话 那淡淡就要不见了 猪鬼转眼间落花二套 他们一定误会了什么 绝对不是少女所想的 什么战略性撤退 或野性直觉之类的 总统解开卡尼亚的绳索 卡尼亚一样以貌取人 他第一眼以为总统是为奴隶伤 罗里爸爸有点纠结 就算他比天使还要可爱 但这位大叔看起来不像是 恢复条件帮助人的样子 对此我只能表示 他真的想太多了 这时诸葛大哥总算恢复过来了 就算小弟都跑走了 他也要坚持到最后 看他最强的必杀戚 蒙诸霸屯道 这必杀戚的名字 还真的有个霸气 不过威力也就那样了 中统阁下借力一跳 来到诸葛大哥的背后 此刻的中统阁下 坐在诸葛大哥的背上 总统的双手一拍 诸葛大哥的双手就马上高高举起 成为最好的操纵感 这边是总统流派 领长类强制骑乘 强大的骑乘之力 让诸葛大哥叫出帕罗 帕罗在古诸葛的语 有祈祷或神之意 对诸葛来说 这是最高等级的惨叫 可惜虽然强制骑乘了 但这么接近人的生物 并没有让总统感到快乐 明明在刚果的时候 他也心意相通的猩猩 能感觉到那股骑乘的幸福 这时卡尼亚用把小木剑 吃进猪鬼大哥的脑袋 由于伤口还有愈合 木剑就这样次度生步 猪鬼大哥成为了猪头 没想到这位少女竟会如此的勇敢 没错 天真的总统阁下 以为卡尼亚只是位少女 不过卡尼亚立刻霸诀 他刚才举动太过出格 一点都不像小朋友 卡尼亚打混装萌 他向总统自我介绍 卡尼亚就是卡尼亚哦 人家是生人的幼女哦 500岁爸爸的装萌 也只能骗骗总统了 莎西可是一年尴尬 专门卡尼亚最后还是加入队伍 毕竟善良的总统阁下 怎么会偷下卡尼亚呢 画面来到塞罗斯 他在两位小人马 奔跑了许久的时间 背上两位小人马 正担心总统的安全 他们认为总统是好人 但塞罗斯告诉他们 不要轻易就下定论 就算被智能帮助了 也不代表就能信任了 毕竟智能长久的观念 都把人马族当作马匹 塞罗斯对小人马说 他们不是在乎马匹 而是有荣誉的人马族 人马族绝对不会让资能骑在背上 但对比塞罗斯的言论 我们伟大的总统阁下 可是一心一意的想骑在人马背上 夜晚森林静命 一行人生火也吹 顺便整备装备 莎西简直赚翻了 他下午根本没打猪鬼 结果最大颗魔石 还被他拿去生宝剑 然后其他猪鬼魔石 也能赚到大笔金额 这一波猪鬼之旅 不仅让莎西贝尔回本 甚至还倒赚了好几杯 于是他们血腥再度发挥 他们决定将事情保命 就起大叔安心的为他们打工吧 还是无心的那种 逆变总统阁下 这与卡尼亚闲聊 卡尼亚借木雕魔法 以及干燥魔法 人家看过摸过的东西 以金美木字柄重现 对此大总统哲哲称奇 不动夸战卡尼亚 但卡尼亚说 自己的木雕魔法 不是什么强大的攻击魔法 所以在村子里 他总是被当成废物 可是总统阁下说了 这兆物品的技术力 任何东西也比不上 况且卡尼亚做的剑 不也裂到角兔了吗 总统温柔的话 卡尼亚瘦下了 他回答总统 角兔对生人族来说 就连小孩都能裂到 只要加肉的话 原本经常的脉州 也会更加有滋味 不过以生人角度来看的话 还是添加野草会比肉健康 听完卡尼亚的解说后 总统阁下感到忧心 吃初食有一短期健康 但想要有强壮的肉体 得要有足够的营养才行 他身为一名领导人 改善年轻人伙食 这次责物庞大一事 这时霍奇他们也饿了 他们的食物名为霍奇草 要说这次野营的最大收获 那绝对是卡尼亚对总统信任的 简直都把自己变女儿了 这边也解释霍奇的好用 不仅能当床睡觉 也能用于首页警戒 这时在森林的不远处 极大的骑士正在吩咐 他们吩咐的家户 便是这附近的三贼 三贼手里史密斯二 来自西方 是为满族训兽师 塔罗斯井上的虫竹项缺 便是他提供的 也因为他与杰拉有合作 他才能像现在这样 幽在当伤贼 两位骑士主部史密斯二 要到好好监视总统 绝对不要和他们接触 但史密斯二不打算理会 毕竟不论是女色或财宝 总统等人那边都很可口 史密斯二打算等骑士离开森林后 也就是天亮的时候 对总统等人发动攻击 只要到时完事后 随便找个理由 向骑士敷衍一下就行了 至于会不会失败这点 史密斯二可从没想过这点 因为他的魔狼所向拼命 天亮 少女们还会清醒 此时发现一场波奇惊醒了 不过总统早就发现了 他要波奇不要紧张 他在等 他要等对方的行动 一支箭忽然射下来 这下大家都醒来了 只剩卡丽娅还在睡觉 总统感觉这次的敌人 并非哥布林也并非猪鬼 这次的敌人 或许是他最讨厌的家伙 甚如他的直觉所示 一群长相凶恶 表现淫秘的盗贼 出现在众人眼前 对此总统极度扫兴 不是可奇的生物就算了 这群盗贼还让少年出战 这简直太过愚蠢了 这时一只巨狼出现 夺去了总统的目光 他曾看过体型巨大的狼 可是却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么美丽威风的巨狼 然后总统阁下看见了 他令人厌恶的项圈 注意到总统的疑惑 史密斯尔得意的说 这地略是重属项圈 就算无法饲养魔狼女帝 只要有了项圈以后 也能成为他温馴的座奇 并且叫做什么都行 不认是把他的幼狼煮成火锅 或是逼他吃掉火锅的时候 他又表现得非常温馴了 为证明女帝有多听话 史密斯尔还故意吃穿女帝的耳朵 他将目光转向贝儿沙西 他用项圈支配他们 并对他们好好教育 这些善尽天良的话 总统阁下全听见了 同时他也发现到 那些少年也被项圈支配了 在总统坚定的表情下 有股怒意正在生气 一名盗贼总继总统 他叫总统不要抵抗 乖乖的伸手给他捆绑 对此我们总统阁下 乐意的表示 手那好吧 于是瞬间 毫无自卑的手刀 没入盗贼喉咙 这种总统到异世界以来 不论面对何种的敌人 他始终保有一份慈悲 但现在一上来 就直接杀到招之后 可见他真的生气了 另外薛少年也不好忍 沙西又一发雷雅 干掉一名盗贼 天生狗怕的沙西 他最讨厌的家户 就是欺负小孩跟狗的人 正好神秘斯尔两个都有 对沙西这样的说法 贝儿表示第一次听到 但他随起表示同感 贝儿放出水魔法 水流缠绕的说明盗贼 沙西也一直放出雷雅 沙南少年的组合剂 雷雅连锁雷吉 这一发雷吉下去 干掉了三名盗贼 波奇也不甘示弱 一脚踢爆一名盗贼 沙西尔见情况不对 就命令剩下的部下 以及被支配的少年 向前围攻总统等人 这让总统有点哭恼 他不想伤害孩子跟魔狼 这时备而出了主意 他说向前围的原理 使用魔力的命令 束护佩戴者的行动 只要有强大的魔力 或许就能暂时覆盖之前的命令 正好伟大的总统阁下 刚好有这巨大的魔力 于是总统发动命令 等待 这道命令下去以后 敌人攻击就停止了 这时总统再度发布命令 趴下 这次的命令 让敌方的行动瓦解了 真不会为总统阁下 仅用四个字 就让敌军无可奈何 波奇沙西也趁这个机会 解决掉狼狈上的盗贼们 总统想扯掉项圈 解放魔狼 当贝尔说不行 断拆项圈的话 会将锦头脉割断 重能于是将矛头指向史密斯尔 只要将这家伙打一顿后 就会土肉拆除的方法吧 但盗贼团主要战力 其实都来自魔狼女帝 只要她的重组项圈还在 那女帝就会掩踢技重 女帝发动攻击 不得已的沙西只能集出雷牙 不过迅捷的雷电 就被女帝闪过了 女帝的凶猛獠牙 正朝大总统而来 但见到的总统阁下 却没有防御的恋头 没错 就这样过来吧 巨口咬中总阁下 这正是总统的期望 女帝的牙锋利无比 但想咬碎总统阁下 牵扯白链的身体 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而这短短短一段时间 就足够逼问史密斯尔了 没有女帝的史密斯尔 杀气的一发雷牙 就能将她打跪 倒地的史密斯尔 颇期不愧气的踩住她头 在逼问史密斯尔过后 众人得知想撤掉的项圈 要打碎项圈上的魔石 总共七种打碎的魔石 而每天的魔石还会变化 这下可真的麻烦了 如果没有名为 经历的人力的话 她根本无法辨认 应该打碎魔石 而且就算总统再厉害 也不可能一直撑下去 受过一切的魔男女帝 这将内心的心声 不断创大给总统 她希望总统扯断项圈 与其驱逐般活着 不如在这里结束 总统知道这股悲哀 但就算只剩这条路可走 她也绝对不会行动 不过希望在这时出现了 两根木头座飞镖 击中女帝项圈的两根魔石 原来是卡尼亚睡醒了 卡尼亚一遇道破 该打碎了两根魔石 总统没有犹豫 选择相信卡尼亚 她双手迅速一次 两根魔石即刻奔碎 香圈成功拆除了 史密斯尔想都会想到 看起来有过青春的卡尼亚 其实是有今年的爸爸 最后史密斯尔被交给女帝处置 毕竟有些仇恨 只有当事狼能够化解 史密斯尔瞬间被女帝撕裂 综合下对此心有感触 如果没有这种香圈的话 或许这位可悲的男人 也不会走到如此地步 这种格契雅虽然羡慕史密斯尔其成 但她也在同时决定了 不再伤害女帝的尊严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我是宰热 我们下期见